可是我因为我是觉得说 生活当中不见得每天都是那么轰轰烈烈的 不需要 只要吃日节轰轰烈烈就好了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单单是那一天要轰轰烈烈 江鹏 我告诉你什么叫节日 节日就是一群人 大家一起去做一些开心的事情 如果这样的事情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开心 更加的愉悦的话 我们为什么不做 这样我问一下大家 我包括我们这边的 大家平常的生活当中不是节日 你们过得开不开心 开心 那我再想请问现场和对方的朋友 如果说有一个节日 能够让你们的生活更开心的话 为什么不 我们不需要对不对 对 我们需要对不对 挺好 我可爱参加这种辩论了 这边是我们的浪漫情人节 这边是我们的平淡214 反正是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两边的想法不一样 场上的气氛太紧张了 我们搞一个小游戏 来看一看何方神圣 苏是苏非 仗无定论 双方嘉宾各师绝技 让人眼花缭乱 无限精彩 尽在 你好 达尔文 我们会需要处理 起来 н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